一人余捷忙着穿上道袍 这可不是拍片现场 而是货真价实的普渡法会 我在等于是接触宗教这一块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只是说这几年 是我有才开始学 所谓的道教科医的部分 都在做所谓的道士的身份 擦着沐浴 专注诵经 睽違三年再露面 于婕未事之粉 穿上道士服 跟过去性感火辣的形象差很大 几乎上空的装扮 性感女星于婕一出场 果然让台北车展在线高潮 我在碰到一个化妆师 他在跟我聊 他说你爸爸是军人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男朋友是军校的学生 你爸爸带着你写真集去宣传 你爸爸演讲完的时候 拿出你的写真集 跟大家说这是我女儿 请大家多多支持 但他的演艺录却始终走得很波折 2013年他被媒体拍到 在路上发传单 当时收入22K跟以前演艺高峰时 一个月进账30万相比 简直天差地别 我崩溃是因为 我居然连最基本的 两万块的医药费 我付不出来 后来更传出他到大陆 事进不顺 一度做事轻生的消息 我觉得人在一个低潮的时候 你不管看什么事情 都不是真面 然后当你又是接二连三地去 去有这一串 这是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让你一个 人家讲的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的 天气永远都是暗 演艺事业陷入低潮 让于婕神隐三年 我很开心的是说 在那个低潮的当中 我的干妈跟李翔老母 她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是在背后支撑的 透过信仰的力量 于婕从一个不会拜拜 到现在跟着干妈到处休息 她还搬进宫庙里 当起庙婆 早上起来开庙门 点香换进茶 然后弄花弄水果 然后浇花 只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 可是我却觉得很习以为常 一个月花不到一万块 过去性感衣服通通收起来 她还接受干妈的提议 靠道士正照 她觉得就是说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透过经典方面 自己能够做一些所谓的改正 以前不会去为别人着想 然后也会真的觉得说 自己是对的 但是现在不会 现在你会发觉 真的不管是任何人 其实都有她 比你厉害很多的地方 其实想法上改变很多 然后也比以前有耐心 都短时间里 于婕心境大转变 也改为本名成凤 四十岁的她甜蜜透露 身旁有个交往三个月的男友 她是我干妈的 宫里的姓重介绍 所以有点像是 应该算是相亲 有 会 就是我们就是 以结婚前提为交往 对方是小她两岁的上班族 相当不舍于婕的过去 她是说她很心疼 那段时间的时候 她没有参与到 因为她如果 如果她那个时候在我身边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句话让我真的觉得 这个人是可以交付一生的对手 昔日写真女星喜尽千华 生活过得自在平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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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